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纯洁的态度是好的主愿和纯洁的情感 无论某人是什么样子的 纯洁的态度意味着好的主愿和纯洁的情感 而且纯洁的眼光意味着 看到每个人都有灵意识的形态 或天使的形态 因此态度眼光和第三个是行为 所以在你们的行为中 也要恒定的给每个灵魂快乐 这就是纯洁的标志 愿你是一位瑜伽者 愿你是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会合时代,我们是薛巴巴领养的孩子,而且也是被Brahma Baba所领养的。 我们是他口中诞生的子孙们,就是特别说我们成为,从不纯洁,非常不纯洁,变得非常的纯洁。 他移除了所有的这个合金在我们过去的很多事,特别是在这一世,我们的Brahma的生活这一世,非常的特别。 也是非常崇高的,因为其中一个我们Brahma生活的其中一个特殊就是学习。 在学习中,那里有,那里就是有知识。 知识,知识就是真理,创造者和创造物的这个知识,是非常非常, 我应该说这是,就好像,就是真理的核心。 所以要理解这个呢,我们需要一个纯洁的心智。 所以当我们成为了爸爸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跟随纯洁,那么我们的这个心智应该是纯洁的。 爸爸有时候给了例子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心智的罐子呢,应该是非常纯洁的。 所以知识就是,就好像就是那个花蜜那样,干露那样,非常甜。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呢,成为变得更纯洁。 然后,我们知道如何去照顾我们,就是在扮演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这个就是真理,知识就是真理,所以纯洁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我们来到爸爸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属于的爸爸,我们被爸爸领养了。 第一个原则,准则就是,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纯洁。 我们在讲关于这个人格,纯洁的人格, 因为呢,我们人格就像一个化身那样。 所以,无论我们培养的,我们成为了这个, 那个,你所培养的这个化身。 所以,爸爸已经说过,说过,这个情感和尊重。 情感,也是给予我们的人格,对吗? 所以,人格,纯洁的人格,意义着,就是成为真理的化身。 所以,知识就是,我们学习的每一天早上。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它为大学,对吗? 联系的,爸爸创造了这个,必须创造这个大学,给予我们。 所以,爸爸制造,创建了这个大学,那么我们就能够一直呢,都可以学习。 这个,通过这个学习,我们成为有价值的,值得的。 就好像,任何人去任何一个大学去学习。 有些,他们也在,有些是在家里学习。 这个就,他们称为它是私人的学院。 但是,这个是我们,我们呢,这个大学呢,我们都,每一天都能够来学习的,很多很多的学习。 在大学里呢,就是发生了。 所以,Brahmini的生活,是非常崇高。 因为是真理。 看看我们的大弟们,有些,他们真是没有完成,他们基本的这个,这个教育,他们都没有完成。 但是,他们如何呢? 是如何照顾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照顾自己的这个,这个大学,这个学府。 所以,从哪里,那个,那个,那个,力量和智慧呢,是从哪里来? 就是从知识来的。 他们能够吸取这些知识,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拥有纯洁。 因为,如果呢,你缺乏了这个,缺乏了这个纯洁呢,你是不能够去,吸取,吸取知识的。 但是,在,智慧上呢,你可以去,吸收很多很多的点。 但是,没有力量,因为缺乏了这个纯洁。 否则,爸爸说呢,知识是非常容易简单的,孩子们都,爸爸说,孩子们都能够记得。 但是,没有那种记得,但是你没有那种力量,不能够变,转变为神圣的美德。 所以,知识,啊,纯洁就是,就是把知识呢,成为神圣的美德。 就是纯洁。 还有,也就是,很多不同层次的这个,这个纯洁,我们的,我的心思,我的关系,纯洁在每一个方面。 所以,纯洁的生活,在会合时代的纯洁生活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特殊的。 但是,我们怎么开始,如何开始? 就是,当爸爸告诉我们说,你从哪里开始你的旅程,为什么我需要,要拥有这个纯洁呢? 因为,我开始,我开始这个旅程,我跟谁一起开始这个旅程,谁跟我在一起,在这个旅程上。 当然,灵魂是不朽的,但是,最重要的,非常,最重要的,关于灵魂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就是,光和威力,的纯洁。 因为,纯洁就是,光,这个就是,光和威力。 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时候,我的内在,我的内在,我的内在自我。 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就是,在那呢,第一个呢,这个品质呢,就是,纯洁。 这是,非实体,一点光。 当我是在这个,非实体的世界时,或者是我在,在这里时, 下来这里是,那是,完全纯洁的。 那个纯洁就是,就是,就是,使我们从痛苦中解脱,解放了,解放我们从痛苦中出来。 这些基金呢,都是因为拥有这个纯洁的品质。 现在,我内在是什么呢? 或是在这个非实体的世界,那个境界呢,我要在这里达到的是什么? 在我还没有去到那里的时候,所有,每个灵魂,都,都要必须成为纯洁的。 但是,取决于,什么程度,在什么程度,什么度数上。 所以,因为,你的,你的,你的比例,的这个纯洁的比例呢,你就是,如何你去,然后,也是那种,那个比例呢,你回来这里。 所以,如果我要,我要去,回去到这个近时代,那么,我们,我必须,要有16天度圆满,完全,完整的这个纯洁。 在我还没有回去之前,因为在之间呢,是,在之间呢,是,在之间呢,是没有说,我要做努力,或者是,在中间的时候,你半途的时候,不是那样的。 所以,你要一直提醒自己说,我必须,成为完全的,完整的纯洁,拥有所有的,神圣的美德。 然后,你会去到太阳王朝,然后,你能够索取,索取到非常高的身份地位。 所有,在今时代的身份地位,就是,取决于我的这个,纯洁的生活。 所以,爸爸在形容说,纯洁,首先,就是,在我们的行为中,但是,在我们的态度, 在我们的drishti,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所以每一天,每一次,要一直呢,提醒自己说,我要成为百分百的纯洁。 不只是,甚至没有一些丝毫的这个,浪费的想法,这个也是被称为不纯洁的。 所以,当你能够这样的提醒自己,对,我必须要回家,在我这个永恒的形态中,但还没有回家之前,我,我当然要准备先,对吗? 所以,当我下来的时候,无论我,我怎么做的现在呢? 就是,我如何下到这里来的。 爸爸说,就是来到Lajmi和Narayan的这个王国,Lajmi和Narayan的家庭,这需要什么呢? 就是,就是,就是,纯洁的光和威力,所有的关系,就是在今时代的,心态呢,都是取决于我的,这个,纯洁的光和威力。 就是,因为,就是,因为,就是,爱,从这个纯洁中,没有吸引任何的吸引,这是非常,就是,充满爱的。 我想,我想,你们大多数都体验到说,Gadis的这个,他的能量,能力。 他从哪里学习的呢? 他从哪里学习到? 就是从他的这个纯洁,对吗? 爸爸说,在今时代, 你,那里没有工程师,或者是, 或者是要,就是,这些职业性,或者是, 不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这个纯洁的境界, 你将,你将会有所有的才华在那里, 所有的这个技巧都会在那里。 所以,当我们知道说, 原本的这个境界,将会从我们的永恒的这个形态中浮现出来。 这就是在我的这个汇合时代,在这个汇合时代, 我必须去,去运作,去操作的完全的纯洁, 就像光和,和光和这个威力,在灵魂世界,非实体世界。 这个练习,你指这个,练习说,在想你自己, 然后这就会,就是在你的人格中呢, 浮现出来,因为,因为你的脸啊, 你的drifti,你的表达, 就是,在一整天里,都会, 在我们的交通管制时间, 任何时候,每一个小时, 每两个小时, 就是,你要去练习这个内在的, 这个永恒的形态。 我是一个纯洁的灵魂, 我是充满爱的灵魂, 我是宁静祥和的灵魂, 要一直这样的去练习。 有些说, 我是一个宁静祥和的灵魂,对吗? 但是如果, 我不纯洁的话, 我是不能够这么做的, 做不到。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变得快乐, 如果我不, 我不纯洁的话, 所以宁静祥和喜悦, 这些, 一切呢, 都是取决, 就是从那个纯洁那里呢, 所出现出来的。 所以, 纯洁, 不只是独生主义, 不是, 但是是非常非常深的, 就是在看每个人, 在看每个人呢, 在他们的这个, 永恒的形态中, 他们都是宁静祥和, 纯洁, 爱, 这是, 我自己, 从我自己这里就是非常容易, 但是, 我必须要, 就是, 跟这些所有, 跟身体有关系的东西呢, 从过去啊, 这些都要清理, 我要怎么做, 如果, 如果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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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人, 不只是, 它是, 一个灵魂, 但是, 要看他们是永恒的, 永恒的心态, 是非常不同的, 如果你说, 这是一个灵魂, 但是要拥有这个, 爱和尊重的灵魂, 那个灵魂也是, 也是, 爱, 也是, 纯洁, 所以, 内在呢, 永恒, 内在呢, 都是那样的, 这是我们的知识, 我想, 我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说, 对, 就是, 星期日的时候, 爸爸说, 爸爸说, 看你的人的特长, 不要看其他的灵魂在做什么, 不要看, 就是看他们的特长就好了, 所以同样的, 不要去看那些活动,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习性, 但是看那个灵魂, 它就是永恒的灵魂, 那种关系是非常崇高, 非常纯洁的关系, 也是, 也是要看, 不要看那些, 就是因果的账目, 如果是那样, 你的GISD也会那样, 所以如果你是纯洁的那个, 对每个灵魂都会有很多的改变, 所以明天一整天呢, 不是给我自己而已, 不是只是在想我的永恒的这个形态, 但是要看那个永恒的品质, 然后去看以这样的, 去给所有的灵魂们这个GISD, 然后去看他们的光和, 拥有这个光和威力呢, 就会制造一个非常美的, 这个非常美丽, 而且是充满荆重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采取这一点, 就好像想象一下, 在那个人格中, 是什么是非常,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双眼眼睛, 所以这个GISD呢, 会制造在我们的人格中,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眼睛, 这是真的是, 的切是非常充满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我们去庙, 去到庙的时候, 什么东西最吸引我们呢? 他们的这个佛装啊, 是什么, 我们不看那些, 但是他, 我们看的是什么呢? 最吸引的就是他的GISD, 所以这个纯洁的人格, 永恒的这个GISD, 是我的这个永恒, 的GISD, GISD会, 也会分享这个光和分享威力, 不只是, 不只是爱而已, 通常我们是说, 充满爱的GISD, 但是, 这个永恒的形态, 不只是充满爱, 但是这也是会带来光和威力,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练习呢, 去准备, 准备这个纯洁的人格, 因为, 这会制造非常美丽的, 你是想想, 你在分享这个, 跟彼此呢, 分享这个爱, 这个光和威力, 那是那种感觉有多么的美丽, 那么, 那个爱呢, 所浮现出来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一个是在想充满爱, 但是, 还有分享, 分享光和威力, 这个永恒的境界, 的光和威力, 所以, 在我们的这个Brahman的生活中, 制造体验, 创造体验和成, 我们的成就, 就是永恒, 境界的成就, 我们整个周期呢, 我们, 我们会体验到, 当我们体验到, 我们是上升的,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 我们在回家的这个旅程中, 我要成为这个永恒形态的光和威力, 这就是, 这个就是纯洁的, 纯洁的品质呢, 就是跟其他人, 每个人呢, 分享光和威力, 这会是在一个非常, 是充满爱和有力量的这个气氛, 氛围, 所以, 一切呢, 就好像光和威力一样, 所以每一天, 就是做一些努力, 去增加, 纯洁的这个人格, Om Shanti, Dadi,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一定会在今时代吃到它 但谁会有这样的陶醉感呢 陶醉于这个时代 我们必须陶醉于现在 而不是在其他的时间 在世界其他地方 我们看到每天呢 都有那么多不同的游戏发生 这个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游戏 把这个当作一个游戏来玩 我们来了 我们走了 游戏结束了 事情结束了 有人死了 有人倒下 有人站起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这是游戏 我们是玩游戏的是玩家 自己不要被打干扰 也不要去干扰其他人 让这句话成为你们的咒语 我也不会被干扰 我也不会去干扰其他人 这就是一个咒语 这是Daddy的咒语 我也不会干扰 被干扰 我也不会去干扰别人 这是我的咒语 我一直都很快乐 我是一直 我一直必须使每个人都快乐 我一直都是满足 我也一直呢 必须使每个人都感到满足 这是我的生活的目标 我生活的咒语 没有人可以干扰我 我也不干扰任何人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每个人都是爸爸的孩子 都在玩这个游戏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 是的 有很多不要看 甚至看到他的时候 也不要去看 这是个游戏 在一个游戏中 需要这么多人 我们在游戏中需要不同的 就是球员 需要一个球员来投球 那个球员会受伤 需要一名球员赢得比赛 这是一个游戏 无论别人问你 像你扔了什么球 你们都应该接受他 仅此而已 一旦你们接住了球 你就不会受伤 不要受伤 不要让球伤害到你 要么接住球 要么掉下来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 保持在你们的陶居感中 爸爸教导我们的 要保持在神性的世界 其他的事情了 而为强大的氛围 氛围中应该有光辉 我们将成为光辉的化身 这是人 离开魔的这个 爸爸呢 在最后几天呢 与达地记在一起 就是爸爸与达地的最后几天 作为一个真正的船夫 爸爸不仅把船 从旧世界的岸边 跨越过去 还开始教孩子们成为船夫 主人 利益于他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们 在爸爸给他所有服务的孩子的 最后几封信中 爸爸提到了 有几个关于这个灵性知识的主题 会在许多灵魂的心思中 造成动荡 这些主题是 第一 谁是凡哥的知识的真正讲道者 第二 谁是 神是居住在 至尊居所 还是无处不在的呢 神 和心思和心智 是灵魂 还是身体的一部分呢 灵魂 与至尊灵魂的信念 是真的吗 或者灵魂 和至尊灵魂 是完全分开的呢 爸爸 爸爸 要每个人 搅拌这些主题 并在 以 地狱 就是精确的方法呢 向他人解释 时 变得 无畏惧 爸爸一直说 不应该有灵魂来 对我们说 我们从来 没有收到 参加这个神的 Yagya 神的学府的 这个邀请 这是 1968年 12月的时候 在 Maduban 有一个非常崇高 和寂静的气氛 当时 只有几个兄弟姐妹 住在 Maduban 爸爸 在 Panda Maduban的 西北方向 造馆 教师 培训中心的 建设 爸爸 常常呢 给每个 每座建筑物呢 命名 使他保持 灵魂们在 神性 陶醉感中 爸爸 把其中一座 建筑 建筑物呢 命名为 Hawaii Maha 就是飞机 的意思 其他区域之一呢 被命名为 Indra Prash 法律 和爱的地方 爸爸 泰 Didi Mamohini 到德里 他 让他在 印度 所有不同的 中心 的中心呢 巡视 另一方面 爸爸呢 叫 Dadi Prakashmani 从 孟迈 来 到 Maduban 住 让我们 听听 Dadi G 在那些日子里 与爸爸的 体验 Dadi G 说 在 1968年 12月 我和一群 来自 孟迈的学生 一起呢 来到 Panda 来到 爸爸的 Panda 巴湾 由于 DDG 要去 我们的DDG 要去 德里了 爸爸 要我在 Maduban 和他 多待几天 爸爸 在那里 那几天里呢 教了我 很多的 东西 例如 爸爸 与其他 孩子 交谈时 他只说 几个字 就给他们 所有 问题的 解决方案 我还看到 说话时 爸爸 保持 非常 超脱 感觉 也好像 Ship 爸爸 和 Brahma 爸爸 正在 成为 一体的 在那几周里 爸爸教我 如何 给新来的 孩子 体验 如何 处理 Yagya 学府的 不同的活动 如何 如何 爸爸的生活 世界中 看到了 灵性的 善良 和皇家的 体面 爸爸 不仅 教导我 还以 很多的 祝福 填满了我 有一天,爸爸和我坐在一起,进行灵性的闲谈。 爸爸充满爱地看着我,便问道, 如果爸爸决定离开了,你认为你准备好自己打理这个Yagya了吗? 我立即回答,Hanji Baba,是的爸爸,为什么不呢? 听到这两个字,我看到爸爸满足地笑了。 我以为爸爸在用这个问题测试我, 但按照戏剧,爸爸确实在为这个Yagya的新篇章准备我。 爸爸对我非常有信念,很多时候他告诉我, 这个孩子是我的第一名孩子, 他对爸爸非常地顺从听话, 他是一个完全纯洁的Kumari, 他是我的大河。 我也对爸爸拥有很多的爱。 我的目标始终是按照爸爸的Sri Mind, 爸爸的崇高的指示,走好每一步。 我从不向爸爸隐藏任何或者隐瞒任何事情, 我有这个恒定的热忱和热情, 我是爸爸点燃的希望之灯。 ,我从不向爸爸提供的病。 我从不向爸爸提供, 我从不向伯父母说的病。 我很希望大家, 在这个中心里面, 我从不向伯父母说的病。 我从不向伯父母说的病。 Om Shanti Didi is our homework for tomorrow. Om Shanti,这是我们明天的功课, 培育我们的这个纯洁的有恋, 永恒的这个灵魂的纯洁, 我灵魂记得我缘分,就是永恒的形态, 我灵魂在灵魂世界跟爸爸很精进, 我是纯洁的心心闪烁, 这个就是明天的功课, 永恒形态的纯洁, 我是,我这个灵魂记得我永恒的形态, 我灵魂在灵魂世界跟爸爸很精进, 我纯洁的心心以这个特殊的闪烁的光闪烁着, 现在让我们来做这个演练, Om Shanti, 永恒形态的纯洁, 我灵魂记得我永恒的形态, Ana di sharu, 永恒形态, I the soul, I'm here, I the soul, 灵魂, 在这个灵魂世界, 你爸爸非常清静, I the pure star, 我纯洁的灵魂, 纯洁的心心, 你这个特别的闪烁, 闪烁着, , 我这一天, 在这个灵魂, 我答应到佛队面, 彼此为我希望能够, 我来到大龍天的灵魂, 我来到前面的灵魂, 我来到眼前的灵魂, 我来到美此第一后 viene大家的灵魂, 我去死亡魂世界, 我去死亡魂世界, 我的灵魂世界, 你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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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灵魂世界, 我来到这一次, 我来到你心里受到乱咯, 感谢观看 记得我永恒的心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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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